密宗道赤地广论 见十三 明平灌顶仪轨 赤地平 第九 生二 入后灌顶 又一 平灌顶 西一 金刚地址共灌顶 亥一 五种灌顶共同建立 在这一章当中有好几段 那么我们分别给他讲 这是谈这个灌顶的 那么其中呢他有第一段里面他明示到五种灌顶 刚开始的时候是平灌顶 平灌顶 也就是水灌顶 那么平灌顶呢他每一种法器都象征五方佛 象征着五方佛 好像这个金刚平 灌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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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金刚灵就是不空成就佛 象征这个不空成就佛 另外还有宝观灌顶 宝观灌顶呢 就象征宝生如来 就宝生佛 毕如真那佛呢 也就是明灌顶 那么这里面就含着五个灌顶 这个平 处 灵 观 明 明灌顶 一共有五 代表着五方佛 这里面有一句话比较重要一点 就是 什么是灌顶呢 它这边没有解释得非常清楚 其实灌顶的意思 就是密教里面的一个方便 很重要的一个方便 也就是代表认可 认可你 然后代表一个保证 一个保证 也象征着一个正量 你受过这个灌顶以后 表示说你已经有这个灌顶的这个层次 有修这种法的一个层次了 这就是灌顶 一个认可 一个保证 也就是一个灌顶的一种正量 那么灌顶呢 其实讲起来 他这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的 他这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的 就是三种禅定 那么这三种呢 就是上师 弟子 另外 就是这个灌顶物 三种都要合一的 所以当一个这个上师 要灌顶弟子的时候 你不管是灌顶哪一尊 一定要上师自己本身 变化成为那一尊 那么弟子本身也要做尽力 也就是做禅定观想 做禅定 尽力就是禅定 他也要自己 也要能够变化成为那一尊 那么任何一个灌顶的东西 一定是那一尊 很简单讲 我今天灌顶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那么我随便哪一尊房财神来给你们做灌顶 就每一个人头上咕咕咕咕咕皇财神 这就不对了 你灌顶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一定那一尊一定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不管是用种子日给你灌顶 或者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这个 他的法相给你灌顶 甚至于用他的这个法器给你灌顶 这个都是一定要变化 这个灌顶的东西变化成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你自己上师变化成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那么这个弟子本身就要想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筑顶 甚至于进入你的身心之中 这个叫三静力 灌顶它有它的意识在里面 虽然是一个方便 密教本身是以灌顶作为开发你自己原来的佛性 把你自己的佛性显化出来 显化出你佛性的就是灌顶的一个方便 这个就是可以讲是灌顶的意义 那么做灌顶一定要这三样 你灌顶哪一尊上师就变化成为哪一尊 弟子也变化成为哪一尊 灌顶物也变化成为哪一尊 就叫做三静力 这个一定要知道的 那么在这里呢 中哥八祖师在后面第一段跟第二段都谈到 这个场地的问题 当然灌顶最好是在曼陀罗 曼陀罗里面给你行灌顶 曼陀罗有曼陀罗诸尊都在 给你行灌顶 那么他也讲到这个彩曼 彩绘曼陀罗 彩绘曼陀罗就是在这个汤卡面前 给你行灌顶也是可以 我认为也是可以的 真正一个修行人 他有一段时间有这个弟子到我这里来 他随时随地他求灌顶 我讲过了就是在这个hotel里面 那个房 师尊的房间里面 突然间从沙发那里站起来 跪下 师尊给我灌顶 第一个不是在曼陀罗里 第二个也不是在这个彩绘曼陀罗的地方 按照密教的规矩 应该讲起来这是不许可的 密教的规矩必须 你要受灌顶一定要有灌顶坛 你到灌顶堂的面前求灌顶是可以的 但是这里面也有解脱戒 什么叫解脱戒呢 别解脱戒就是说 在有一些场合里面 是不需要这样子在曼陀罗面前 或者灌顶堂面前得到灌顶 那在哪个地方呢 就是随时随地 都可以求得灌顶的 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密教里面的李契 他本身很奇怪 他希望重视疑鬼 但是他也注重空性 他希望每一个弟子都能够尊重 要懂得庄严 懂得仪鬼 懂得赤地 懂得一切的这个 好像是说受灌顶的种种的这个 他的礼仪也就是礼貌 你不能随时随地的 像在饭店师尊的房间 你也求灌顶 像在师尊有一次到这个 讲过了到那个厕所里面 他突然间在厕所里面看到师尊 就趴下来 就希望师尊给他灌顶 在厕所里面灌顶 在厕所里面灌顶 这个就是很那个 但是真正的 你一个密教行者 一个上师达到很空性的 很高境界的 你这个弟子本身来讲起来 你的境界也很高了 那么二者境界都很高 虽然没有什么法器 没有什么灌顶物 身手这个顶上一摸 就是灌顶 就是在厕所里面也可以行 就是在房间里面也可以行 这是很高的境界 因为怎么样呢 因为你这个有一个叫做 我们学过的叫做 身曼陀罗 上师的身 身体本身就是一个曼陀罗 西空本身就是一个曼陀罗 那么弟子的身体也是一个曼陀罗 他的周围也是一个西空 也是一个曼陀罗 照样在曼陀罗里面行灌顶 并没有错的 所以在上层 无上层的礼器里面 这二则之间都可以讲得通 但是你境界不到 你在厕所里面 我跟你行灌顶 就是有轻浮之罪 就是不对的 但是在最上层的礼器里面 无上层的礼器里面 我可以在厕所里面给你行灌顶 你也可以受灌顶 所以这个中哥巴祖师在这前两段之中 就讨论到灌顶的场地问题 他甚至于讲灌顶 应该有些大师讲说一定要在灌顶坛 甚至于在彩绘曼陀罗前 都不可以行灌顶 但事实上在曼陀罗里面可以行灌顶 在彩绘曼陀罗里面也可以行灌顶 甚至于随时随地都可以行灌顶 这是我认为 我认为随时随地都可以行灌顶 因为西空就是一个曼陀罗啊 你的身体本身也是一个曼陀罗 那么灌顶的时候啊 如龙自行行者为帝子灌顶 恭敬请诸佛欠其人降临 这个就是说在灌顶的时候啊 应该是请这个灌顶的本尊 进到弟子的身心之中 应该是这样子的 请这个灌顶的本尊 进入弟子的 而且他这一段里面有讲 弟子为了受灌顶 顾惜请白施掌 也就是说你要来求灌顶 你要跟上师 跟根本上师求灌顶 要请白就是希望啊 请请白灌顶诸尊以为灌顶 那么师长也要去 为了这个灌顶呢 也去求所有的啊 本尊下来灌顶 他的意思是这样 这两段都有讲得很清楚 这个灌顶有很多仪式的 像师尊现在啊 很喜欢用米来灌顶 那个米啊 撒出去 因为啊灌顶的人太多 求灌顶的人太多 一次好几万个 好几万个人来求灌顶 那么你用这个 你用个这个好像是说 你想你灌顶大白散盖活母 一个人按在头上按一下 用大白散盖啊 这个按一下头 让他过去 再来一个按一下 你三万个人灌顶 要按三万次 你知道这个小东西拿在手上 你看哎呀很轻啊 你不知道你灌顶了几万个以后啊 灌顶了一万个以后 你会发觉这个大白散盖活母很重啊 虽然很轻啊 己尊的时候是很轻 当你灌顶了几千个 一万个的时候啊 你会发觉 这个很轻的东西就变得很重 这是你在练费力 这个上师在练费力 所以最好的方法也有方便法 我那时候也是在想 怎么办呢 这么多人求灌顶 这时候啊 就有佛菩萨进到这个 师尊的这个心中来 跟我讲 你可以撒米灌顶 用撒米的 这个米一撒 哇 几百个米飞出去 一下子就灌顶了几百个 很快 这一群人过来 这个米 西空中一撒 你可以一粒米化为一尊大白散盖活母 Hom 就是这个大白散盖活母的咒语 念咒加持这些米 让所有的大白散盖活母进入米堆之中 让每一粒米就代表了一尊的大白散盖活母 自己在变化成为大白散盖活母 然后弟子在观想自己成为大白散盖活母 或大白散盖活母注定 那我这个米一撒 就是几百尊的大白散盖活母进入所有弟子的身 身心之中 这个用撒米来灌顶 这也是佛菩萨给我的启示 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想 想说几万个人当中 我如何一个一个给他们灌顶 因为一灌顶 就差不多要整个下午的时间都在灌顶 要至少要四个小时灌顶 那么我们用撒米灌顶 一个半小时就解决 一个小时就解决 所以这个都是有巧妙的这个方法 在里面 因为佛菩萨给我的指示 用撒米灌顶 我就用撒米灌顶 所以灌顶也有很多很多种的 最高的灌顶 用心跟心来灌顶 也有无形的灌顶 用无形的灌顶 还有相应的灌顶 有用头跟头碰一下的灌顶 用头对着头 蹦 这个师父假如练过这个铁头弓的 弟子没有练铁头弓 一下子把他的那个 这个头壳都创碎了 这个头碰头的灌顶 是一个很很高的一个灌顶 也有这样子的 所以灌顶有很多种很多种的 那灌顶物也有很多种很多种 甚至于我们知道的这个 色生香 触法 色 色生香味触法 这也是很多种的这个灌顶 眼耳鼻舌生意 色生香味触法 这个也是灌顶 六根灌顶 六根灌顶 我记得以前瘦这个六根灌顶的时候 你还要懂得那个 好像拿一个辣椒 辣椒 很辣的辣椒 舌头伸出来 沾一下那个辣椒 很辣很辣的这个辣椒 再沾一下子 这是 眼耳鼻舌 这是舌灌顶 也就是这个 色生香味 就是味灌顶 沾一下辣椒 这个也是一种灌顶 很奇怪了 不过以前 密教的灌顶 是很特殊的 有种种的灌顶 不同 那将来 以后再跟大家 这个讲解 今天就谈到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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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